这是人类最绝望的时刻 所有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来自深海的巨大怪兽 他们肆虐海洋摧毁城市 无情地夺走生命 人类陷入了恐慌和绝望之中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场灾难 然而正当希望激进破灭之际 科学家们推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 一种庞大而强大的武器巨型机甲 机甲的问世成功解决了怪兽带来的困扰 但是机甲的驾驶条件极为苛刻 驾驶员们因此成为了明星 而人们对怪兽的恐惧也逐渐消散 直到这天 三级怪兽连刀头的到来 军方决定派出流浪者号 毕竟他们曾经解决过 树头相同等级的怪兽 战斗开始到结束都是碾压 怪兽被他们轻松打入海底 正当流浪者以为任务完成时 怪兽突然冲出刺穿流浪者 驾驶员贝克亲眼目睹了 自己的哥哥被怪兽吃掉 哥哥临死前的痛苦让贝克感同身受 贝克拼尽全力将怪兽击杀 随后独自一人驾驶残破的机甲回到岸边 可哥哥的死让贝克也无心于驾驶机甲 于是参与到政府的第二项计划修筑高墙中去 这一天贝克与往常一样努力搬转 可在休息的途中看到新闻报道 人类集合全世界所建设的城墙 被怪兽轻而易举地冲破 怪兽再一次冲入城市 肆无忌惮地搞破坏 人类又回到了最初的恐慌 而此时将军乘坐直升机来到贝克所在的工地 劝说贝克回到部队驾驶机甲抵抗怪兽 贝克也深知机甲的驾驶员数量不够 便跟随将军来到香港 到达香港后 贝克发现整个城市到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跟随将军来到实验室 通过博士了解到他们的计划 准备携带核弹炸毁怪兽过来的冲动 此次任务需要所有机甲的配合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为贝克寻找一名搭档 共同驾驶流浪者 眼前巨大的几台机甲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中国的暴风赤红 俄罗斯的阿尔法 澳大利亚的突袭者 以及修复好的复仇流浪者 因为机甲驾驶最少需要两个人 所以将军开始为贝克寻找合适的搭档 在基地的训练当中 只有真子的表现足够完美 正当他们准备进一步训练贝克与真子的默契时 基地传来了紧急消息 虫洞再次传送过来两头四级怪兽 目标正是位于香港的基地 将军立即派出三架机甲前去迎敌 海上战斗一触即发 赤红号机甲率先与怪兽交手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然而在一次激烈的撞击中 赤红号机甲被怪兽抓住双臂并摧毁驾驶舱舱 阿尔法前来支援 却被怪兽喷出的强酸击中 导致机甲外壳严重腐蚀 在一旁戒备的突袭者 剑装立即加入战斗 却被另一头怪兽偷袭 战局变得十分不利 没有威胁之后 两只怪兽当即往岸边游去 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有使用核动力的流浪者 此时怪兽的阴影笼罩着城市 残暴的吼声回荡在每一个角落 流浪者见状毫不畏惧地冲向怪兽 沙包大的拳头狠狠地砸向怪兽的身躯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怪兽发出气力的咆哮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被等离子炮结束了生命 贝克他们知道此时还有一只怪兽正在城市里面破坏着 在路上流浪者顺手拖住一辆巨轮往城市中走去 跟怪兽的照面 就将游轮往怪兽头上轮去 怪兽也不甘示弱 蝎子般的尾巴将游轮甩飞 顺势将流浪者击倒 当流浪者挣扎着重新站起 却发现怪兽神秘地消失了 流浪者四处搜寻怪兽的踪迹 在香港的高楼林立之间不知所踪 突然怪兽猛然冲破一栋大厦 抓住了流浪者 然而流浪者借助其强大力量 顽强地反击 将怪兽逼退 此时怪兽又使出了他的招牌攻势喷射流酸 不过被早有防备的流浪者轻松躲避 并顺势扯下了怪兽的舌头 恼羞成怒的怪兽抓住流浪者飞向高空 而当怪兽被解决时 流浪者发现自己身处大气层 正急速下落 这个高度落地必死无疑 眼看着离大地越来越近 流浪者只能孤注一掷 将燃料一次性全部点燃化为动力延缓降落速度 急速落地的流浪者掀起大片尘土 幸运的是流浪者并无大碍 上一秒还无比繁华的市中心 因机甲与怪兽的搏斗 使得这里变得惨败不堪 流浪者好从天而降导致机身受损 暂时无法帮忙将怪兽的躯体运回基地 博士因此决定就地研究 设备安装完成后 博士开始脑连接进入怪兽意识 却发现了一个关乎着能够成功爆破虫洞的秘密 博士当即马不停蹄赶回基地 而此时仅存的两台机甲带着核弹来到了海底 他们察觉到虫洞周围有怪兽潜伏 这个时候博士终于赶到基地 告知他们必须携带怪兽躯体才能通过虫洞 刚收到这个消息的两台机甲就发现 一只巨型怪兽缓缓从裂缝中升起 这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只五级怪兽 将军参与驾驶的突击者立即迎了上去 然而一个照面就被怪兽击飞 流浪者准备前来支援时 潜伏的两头怪兽同时发起进攻 将流浪者的右手咬断 尽管身受重伤流浪者顽强地抵抗着 将面前的怪兽踩在脚底 并用左手的链剑刺穿了怪兽的头颅 直接将其架在火山口探口 然而因为伤势过重 还是让怪兽逃脱了 当流浪者正准备休整状态时 另一只怪兽冲了过来 流浪者举剑借用怪兽的力量将其一分为二 而准备发射核弹的突击者发现卡壳了 导致被五级怪兽偷袭 突击者反手将双刃插进怪兽身体 谁承想怪兽立马叫来援军 面对局势将军立马决定 自爆突击者来解决怪兽 随着剧烈的轰鸣声响起突击者壮烈牺牲 流浪者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他们必须立即结束这一切 流浪者用仅存的手抓住怪兽躯体 亮亮呛呛地走向虫洞 然而身处爆炸中心的五级怪兽仍然存活了下来 他又一次挡住了流浪者路 流浪者全力冲撞 将怪兽撞进虫洞 然后用锁链剑刺穿怪兽的心脏 怪兽在临死之际拼命反抗 打破了真子的氧气舱 危急关头 贝克将燃料喷射而出 彻底解决了这头五级怪兽 成功穿越虫洞 因流浪者受损严重 只能手动激活和反应堆 距离爆炸五秒的时候 贝克成功将救生舱发射出去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虫洞里面亮起了独属于小日子的烟花 人类证明了在面对灾难时的坚强意志